喝酒上身大家都知道,但是现在市面上的酒有很多种,哪种伤害大哪种伤害小大家就不得而知了。 比如我们常见的白酒、啤酒、红酒,到底哪种对身体伤害更大呢? 白酒、啤酒、红酒三种来PK,拿出各种酒,如果保证酒精度相同的情况下。 从营养方面考虑,红酒葡萄酒的营养价值要高一些,因为在这种酒里边含有丹宁,这是一种可以软化心血管的成分,还可以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,因此才会有一些养生。 专家建议,每天喝一小杯红酒,对于健康是非常有利的,除了红酒接下来就是啤酒了,啤酒的酒精含量比较低,因此对身体的危害性也较低。 比啤酒对身体伤害再大一些的就是白酒了,不过也并非白酒就没有营养价值,白酒中的酱香型酒是最好的,是通过发酵尿质而成的,因此含有对人体有很大好处的安基酸跟矿物质,因此也可以适量喝一点。 白酒养生,每天别超一两,从古代旧留上喝酒可以活血快于调理气血,甚至还可以暖身,这是药酒的来源。 但是喝酒要把握一定量,如果喝酒太多的话很容易导致伤神耗血,不仅伤害胃不健康还会动火升弹,内火攻心导致脾气暴躁甚至生湿热,因此一定要记住少喝又易健康多喝危害健康。 要保障每天都喝酒量不超过一两,这个时候对健康是最有利的。 红酒养生,晚上7到9点喝最好,每天喝一杯红酒可以很好达到养生的效果,一般喝红酒最佳的时间,是在晚上7点到9点半,这段时间内酒精在进入人体之后更加容易被代谢,因此对肝脏的负担相对较小一些,而且喝红酒可以可以帮助睡眠, 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,不过切勿空腹喝酒,虽说红酒可以养生,但是毕竟也含有酒精,所以也要适量。 喝酒请记住三不宜,喝酒不宜吃辣肉,一口辣肉一口酒,虽然感觉很是切意,但因为炙的辣肉当中含有亚酵胺,跟酒精反应会伤害到肝脏,还会伤害到口腔跟食道粘末。 喝酒不宜吃凉粉,凉粉以及凉皮在加工的时候会加入一定量的冥阀,而冥阀跟酒精都需要肝脏来分解,因此凉热同时会加重肝脏的工作负担。 而且冥阀还会减慢血流速度,严重酒精在血液中的时间,也会增加酒精对身体的伤害。 喝酒不宜吃药,喝酒之后不要吃药,尤其是不要吃头包内药物,因为酒精会更齐作用导致患者重度,因此这两指之间最好相隔一周以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